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那麼好啊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兒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榮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最近我想大家都有聽到一個報道是關於 麥盧卡麥糖Manyuka Honey 那麼那個報告就指出 那些標籤其實是失實的 根本就達不到那個認可的標準的 這個時候大家有機會都看到這個報道 他說紐西蘭他們每年出產多少 麥盧卡麥糖Manyuka的花蜜 他有一定的數量 但是市面上那些銷售額的資料 顯示是遠遠多過紐西蘭本土出到那麼多 那麼他開始懷疑了 其實這些所謂的麥盧卡麥糖Many 到底是有幾真呢 幾多是真的呢 那於說乎呢 我想是不是有消費者 或者是某些地方去做一個驗證 那麼就在市面收集很多的所謂的麥盧卡麥糖 那發現呢 其實呢 他聲稱一個Manyuka的獨有的一種這樣的成份 其實有些是根本是完全沒有的 那所以就引起這個最消費者的一種一個資訊給他們 讓他們知道購買的時候要小心些 那麼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有一個健康店 陸葬健康店 我們都開業了幾十年 那麼在中環店 在邊聯頓街那裡 威靈頓街 威靈頓街 威靈頓街的中環店 和我們銅鑼灣那個 沙殿街 沙殿街 其實呢 那麼多年來呢 一直都有售賣這個Manyuka Honey的 而這個牌子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差不多幾代表性的 就是紐西蘭的很代表性的 麥盧卡的那個花蜜的 那麼好了 那麼我們 我相信大家都有都想知道有多少少 關於這個Manyuka Honey的背後的資料 那麼我們很高興呢 請到我們在中環店的店長 那麼Gordon呢 就跟我們呢 是分享一下這方面的資料 那麼Gordon呢 也都跟大家呢 在網上電腦上呢 是收集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那麼今天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 Gordo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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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麼我們都想知道呢 其實其實欠什麼東西呢 Manyuka Honey 為什麼要跟其他一些 所有一般的蜜糖呢 其實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是要值得其他一些人去訪效呢 因為這個麥盧卡這個蜂蜜 本身它有一個很獨特的抗菌能力 那麼其實就是 最初就是1981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Dr. Peter Moland 就是這個紐西蘭的那個 Mercato這個大學 他做了一個研究 就發覺這個麥盧卡的蜜糖呢 它有很高的抗菌力 而且很穩定的 對於很多細菌 葡萄球菌 幹菌 甚至是那個 造成為苦羊的幽門螺旋菌 都有抑制作用的 所以自此之後呢 大家都開始注意到 麥盧卡這個 就是可以抗細菌 抗感染這方面的特質 那麼就 也都令到它很受歡迎 那麼當然價錢也都 就是買得挺貴的 就是說 你說的抗菌 大家都知道 其實一般的蜜糖 都某個程度上 都有這些抑制菌的成分 那麼一般的都是說 它最後因為是有些雙氧水在 那麼大家都在香港人都聽過雙氧水 那麼其實很多自然界 我們身體的白血球 之所以能夠殺菌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身體的白血球 能夠產生雙氧水的 那麼很多時候 有些人說 抗生素是可以殺菌 其實抗生素本身 不是說你身體吸收了之後 就直接去到那個地方 幫你殺菌的 其實都是經過我們身體的白血球 細胞自己本身產生的 產出來的那個雙氧水 那麼這個由這個雙氧水 幫你殺菌的 那麼這個是不是一般的蜜糖 是不是這個原因去殺菌 而蜜劳卡又不同呢 那麼在這個荷蘭 有一間大學 就2011年的時候做了一個研究 就比較一個蜜劳卡的蜜糖 就是活性的蜜蜜卡 還有另一隻荷蘭出產的 也都有抗菌能力的 就是蜂蜜去做一個抗菌的測試 那麼其實他就 詳細測試的結果 發覺蜜劳卡的抗菌機制 是跟其他蜂蜜 基本上是很大分別的 那麼其他的蜂蜜呢 其實可以這麼說 在他新鮮的時候 其實他都有些抗菌的能力的 那麼但是擺得久呢 這種他就不穩定的會消失 那麼他的主要抗菌能力 來自這個叫H2O2這個物質 就是我們所謂的霜水裡面的那種物質 那麼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大家都知道 霜水的殺菌能力都很高的 但是相對來說 蜜劳卡是另一種物質 是發揮到這個抗菌力的 那麼這個物質就叫做 而甲基月移存 英文叫methylglyoxone 那麼它的濃度 比起一般的蜜糖 是高四十幾倍的 那他們呢 你看回我有時候 網上資料 他就不是用你所說的 那個甲基 那個什麼 那個methylglyoxone 甲基月移存 那麼他就說 他就這樣一個很簡稱 叫做NPA 的NPA 其實意思是 非雙氧水 即是non-prooxide-activity 那當時有一個這樣的成分 那最後被發現 原來是另外一個 另一種機制 那原來蜜糖的雙氧水 那個成分 一般來說 就是到你 在儲存了一段時間 正式應用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活力 所以 發現 那個methylglyoxone 的蜜糖 不是的 它那個活動活性的能力 是長久很多的 那就是很明顯 它的機制 就不是用那個雙氧水機制 是用另外的 那它當時 只能夠簡稱 叫做非過氧化蜜活性 就是non-prooxide-activity 簡稱叫做NPA 直接到另外一位科學家 就發現了 那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我曾經所說的 那個methylglyoxone 這個成分 問題就是這樣的 這些所謂非過氧化蜜活性 其實它是沒有顏色的 就是又無味的 又無色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一般的消費者 是根本看不出的 是不是 那就是有多少呢 你又看不出的 它又完全是 所以變成了 是很依賴 那個誠實的標籤 產品的標籤 但是你最近 你看看 發現了 原來很多這些標籤 根本是不誠實的 那這次我們就很好 被發現了 那當然這個問題 在紐西蘭 有關的組織 老祖都知道的問題 所以它成立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叫做 UMF Honey Association 你經常都聽這個字 UMF UMF是甚麼意思 UMF是一個簡稱 英文全名叫 Unit Manuka Factor 或者中文叫 獨特的麥勞卡因子 顯示它跟其他蜂蜜 抗氧能力是不同的 那好了 它通常就會有一個 數字的標籤 那其實這個呢 它有時候叫做 UMF12加 5加12加 其實這個是代表甚麼意思呢 這個加是甚麼意思 是怎樣 是怎樣測出來的呢 那它每一批的 出產的麥勞卡蜜糖 就需要做一個獨立的測試 那它有一個比較標準呢 就是利用一種 即是很常用一種 防腐的一種溶液 叫做 本分 Ferno Ferno Solution 那如果標籤 譬如是UMF 譬如是5加的意思的話 就是它這個抗氧的能力 就相當於 濃度是5%的本分溶液 那如此類推 譬如是10加 就等於10%的溶液 15加就等於15%的溶液 那一般來說 15加就 即是5加去到10加 15加就是 這個抗氧能力比較穩定的指數 就是等同本分的Ferno 它那個抗氧能力 那就是有一個標準 就是這樣看得出來的 那一般來說 那加就越大 那它那個抗氧的能力就越強 那它們 因爲始終 麥勞卡蜜糖 都是一種千元的 紐西蘭的那些花蜜 那當然 每一個花蜜 這種成分 其實都不是很標準的 那在這些組織 就會所有這些蜜糖 每一桶都要做一個測試的 那譬如有些可能都是五個加 有些是十個加 那會有不同的 但每一個桶 其實都要進行一個獨立的測試 是這樣驗證出來的 那這個組織 就是UMF Honey Association 其實就是 來做這種驗證的工作 那所以呢 你會看到 真真正正的 麥羅克加蜜糖 它聲稱有 應該是聲稱UMF 多少加多少加的 但是市面 很多時候 它就用另外一種手法 可以說是 生化活性 Bioactive 或者Aaa 這些 其實這些標籤 其實跟MPA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有些人看到這些字眼 互約 活性 以為呢 這個就是等同相似 這件事 其實不是等同的 只不過是一種 一種 以人耳目的手法 如果消費者 就是想買到一些有品質保證的 活性 麥羅卡蜂蜜 其實有個方法 因為每一個生產商 其實它需要向這個機構 拿一個叫 註冊的編號 上去這個機構的網站 都可以查得到 網址就是 www.umf.org.nz 可以查得到 還有每一瓶蜜糖 他們都應該很清楚 就標示 這個是UMF 比如是5加 10加還是15加 還有要寫 UMF的license number 就是註冊的號碼出來 還有每一批 蜜糖的批號都要寫出來 這樣就可以有質素的保證 就是你可以翻查得到 我再提到大家的網址 www.umf.org.nz 剛才提到殺菌能力 大家很多時候都看到 一邊的廣告都很強調 它會幫我們處理幽門螺旋菌 這是不是其中一種 其中一種 荷蘭的研究 它就是用了三種幹菌 包括大腸幹菌 還有一種金黃葡萄球菌 來做測試 他們大概的測試結果 就是荷蘭出的蜂蜜 在兩小時之內 可以殺死三種幹菌 而墨盧卡蜂蜜 針對其中一種幹菌 枯草幹菌 可以在兩小時之內 發出很快的作用 但24小時之後 其實兩種蜂蜜 都可以殺死所有 即是那四種細菌 包括金黃葡萄球菌 但是墨盧卡的特點 就是它經過更加稀釋 比另一種蜂蜜 更加稀釋 的時候 它仍然能夠保留抗菌力 所以 令到它的抗菌力 比較穩定 還有 墨盧卡的抗菌力 主要來自甲基悦二傳 但其實它們都嘗試 將墨盧卡的因子 拿走了 但是 其實它們發覺 墨盧卡的蜂蜜 仍然有那種殺菌的能力 但是 就不知道為什麼 還要繼續做這個研究 去找出來 即是看到在自然界 其實很多我們看到 觀察到的現象 我們經常都企圖 去找一個所謂有效成分 去解釋 在墨盧卡 雖然我們看到 一個叫做 甲基悦二傳 Methylglyoxyl 但是發現 似乎 當這個甲基悦二傳 是稀釋到很稀釋 很稀釋之下 其實那個殺菌能力都有 很明顯 其實那個 我們以前 一般叫NPA 總之是非 雙氧 活活力 其實都是對的 因為 本身的真正活躍成分 相信 不單止 只是 我們現在所找到出來的 甲基悦二傳 那麼簡單 其實有很多其他成分 這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 我們的自然醫療的工具 和一般的西藥 化學的手法 是很不同的地方的 在自然界 我們看到很多有效的治療工具 但是我們未必可以完全了解 到底背後是什麼原因的 但是其實 總之在那個臨床上 在活用上 在實際用那方面 我們是達到這個療效的 那麼自然界其實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都未能夠很清晰 動衰得到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很多時候 就會給人一種 一種誤誤道的說法 就說 我們都不知道 這些自然工具 有沒有科學的證實過 我們都不知道 裡面是有什麼成分的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有聽到這些 這樣的說法 就以為自然醫療的工具 是不科學的 其實絕對不是的 只不過 我們根本都是 未曾完全了解得到 譬如我們已經是全世界 第二大醫療的同類療法 有成五億人口用 有七十五個國家 有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同類療法的所用的療劑 大家聽過節目 都知道是一個機構 很不斷地稀釋 是以億萬分之一的稀釋 稀釋 可以用一般我們認識的 科學那個層次 是解釋不到的 但是它的治療功效是驚人的 所以 我們大家一用到自然醫療的時候 要很小心 很小心 千萬不要被人這種 沒有科學證實 就驚人了 其實很多自然界的工具 我們的科學 就未到水平去了解它的 但它是非常之安全的 大家都知道 曾幾何時 我們香港實際各國 很多國家都是企圖 用標籤法 用立例 企圖可以這樣壓制自然醫療的工具 但是在紐西蘭也發生過 當時政府很有趣 去做一個調查 它去什麼地方調查呢 去那個 去那些死亡的調查局去看 它發現在紐西蘭 在這麼多年來 從來沒有人死在維他命 或者抗物鹽等 這些健康產品 所以很多時候 外面 你經常說 要將維他命當藥物 其實背後的原因 不是保護消費者 背後的原因 是保護藥廠的利潤 令到這些工具 因為沒有花錢去註冊 大家沒有機會享受得到 我們經常說 我們生活是一個所謂 法治的社會 其實法治的社會 不是等同公義的社會 這件事 我相信大家聽我的節目 都慢慢地 會越明白這個道理 我希望由這個例子 如果大家有機會 上網去看有關明的資料 希望對這個天然蜜糖的工具 能夠有信心對用 還有大家記住 要小心看標籤 要小心看UMF的Factor 如果真正確驗證的品牌 就應該有這種驗證 如果大家想跟進一些 就像我剛才提到的網址 就可以再查一查 那個網址再跟蔡哥哥說一下 是www.umf.org.nz 好 多謝Gordon 謝謝Gordon 大家相信都知道 我們鹿昌健康店 可以這樣說是香港的最老字號之一 香港以前中央有另一間的 差不多是相差幾個月的時間 一直都發展到今天 我們公司都有成三千多種的健康產品 我們除了在銅鑼灣齋典街 富城商業大眼二樓 這間總店之外 我們過去都曾經在沙田開過分店 最後這個分店搬到中環站 一個商業大廈的地庫 最後這個大廈要重建 我又搬了 最後我們搬到一個地方 在中環的要走上少少的 在明法大廈那裡 但明法大廈是一個小的大廈 因為我亦不是地下舖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找不到 我自己有時候都去找 走錯路都有 Diana可不可以跟大家說 如果她真的想去找 最容易是怎樣去找 我們中環店的地方 其實威寧頓街 大家應該都聽過 有一個容記 是 容記那條街 一直走上斜路少少 走到差不多街尾 那裡有一間叫做 來老餐館 Royal Dining 過一點點就是了 如果你在對面街 看過來 應該會見到 六創意健康店的Banner 是窗口那裡 即是不是擠出街 是二樓 那個地址是 威寧頓街 明法大廈 是74號二樓 74號二樓 明法大廈 一間小的大廈 那大廈下面 就有兩間 小小的持贓店 但是 因為那條街 都有很多持贓店 所以你找那個 來老餐廳 就容易找到 那當然相信 威寧頓街街的容記 都知道 好老字好 那原理由你的方向 容記的方向 走上向上走 那就容易找到 OK 沒錯 那除了中環的分店 其實 六創意都有銅鑼灣的分店 那我們今天請到 銅鑼灣分店的同事阿樹 跟我們講一下 一樣健康產品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樹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個 我們公司有隻叫做潤喉茶 那它是由一些西草藥的福芳組成的 那 成份就有些 比如甘草 赤魚樹皮 那 還有藥屬葵 那 這個野生櫻桃樹皮 肉桂 甜橙皮 那它的配方主要都是 顧名思義 那它叫得潤喉茶的 一定是對我們喉嚨 有種痰疑 那它的聲帶有幫助 那它針對 其實在 比如我們的喉嚨痛 煙喉嚴 有些喉嚨 有些喉嚨咳嗽 而且可以減少喉嚨有個腫痛感 我們其實飲用了這個潤喉茶 其實還會在喉嚨和喉嚨黏膜 會分泌一些黏膜的保護層 可以減少細菌或者病毒接觸到我們的黏膜 可以減少影響發炎各方面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可能會嘗試過 有時候會覺得喉嚨有點不舒服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作感冒的感覺 甚至乎可能發燒 這個在潤喉茶方面 其實它就可以降低我們喉嚨發炎的機會 還有一些咽喉痕癢、痛、發炎 對我們開聲都會有幫助 其實這個潤喉茶屬於一些比較收斂的 可能降低我們喉嚨腫痛、發炎的症狀 比較適合一些經常用聲說話的人 譬如一些受課員、教師、吸煙的人士 甚至乎DJ那些 我們在錄音室 我們錄音室都在銅鑼灣 都在富城商業大廈 在我們健康店上 我們以前都有很多潤喉茶 有些嘉賓來做節目 可能喉嚨可能都會有些沙沙沙啞 我們都會讓他們用這個喉嚨茶 香港人都幾常用得著 還有這是一種怎樣的包裝 它是獨立包裝的 方便其實如果有時候 我們真的 不是在家裡才能用到 有時候可以帶出去 都可以方便在小壺炮 這樣就可以強化我們的聲帶 因為它是一種獨立的茶包的形式 有時候你就不用乘客這樣帶著 你就會放幾包在公司 或者自己的手袋 或者公司包 你隨時去到的 去到茶餐廳 就叫他們拿湖滾水 自己可以開這個草茶 這個原產地在哪個地方 美國的 這是Traditional Herb 我們公司都買了很多 我曾幾何時都很堅然前 香港有間公司 專門去用一種Catalog Sales Catalog Sales 是在日本的 售賣在日本的 它就用我們一系列的 Traditional Herbuti 用Catalog Sales的形式 去日本買 當時買了很多 差不多是我們一種 拌燒給他們的 這是一個很常用的 我已經用了很多 很多型的 OK 好 好 多謝你客樹 好 謝謝客樹 這一節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繼續 自然療法與你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3個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回來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第二節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種食物 身為中國人 每個人都應該吃過 那是什麼呢 是豉油 那他本身有什麼營養價值和功效呢 那我們今天就請到 銅鑼灣陸創意健康店的Eddie 和我們解釋一下 Eddie 你好 你好 我是Eddie 今天我就會講回醬油 或醬油的營養功效方面 因為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其實醬油都有它的營養價值 其實他 說真的 如果是 在營養方面 他有17種的安基酸 亦都有各種 B 族的維生素 亦都有 鈣、鱗、鱗、鐵等 所以他在 烹飪的時候 如果你放一定量的醬油 亦都可以增加到它的香味 色澤 是可以增進我們的食肉 最好 如果我們煮的時候 加醬油 最好是炒了一段時間才加進去 因為如果炒太久 它的高溫就會破壞了它的安基酸 所以營養價值方面就會破壞了 嗯 醬油 為什麼會破壞呢 因為醬油中 有些糖分會變酸 會變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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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說明 是在新加坡食物研究所所發現出來的 他們經過研究之後 原來是發現了一種叫做 天然的抗氧化成分 會養活了 自由基對人體的損害 亦都在效果方面 比我們一般見到的 維生素C和E 抗氧化劑大了十幾倍以上 所以在用少量的醬油方面 可以抑制到自由基的效果 亦差不多等同一杯 紅的葡萄酒相約 想不到 即是 是喔 豉油都可以有些 一般人都沒想過 大家都知道 紅酒在健康上有些益處 但原來豉油都可以 當然用的豉油的量少很多 大家都看到 其實很多天然的食物 都是不太高溫處理的 包括豉油在內 沒錯 所以在煮食的時候 最好下醬油 都會留在外面 食物裏面 很多人都有些什麼禁忌 豉油這麼普通的食物 是否應該沒有什麼禁忌 除了有些人 或者不喜歡吃那麼鹹的食物之外 其實在醬油上 有沒有禁忌 其實都有的 是嗎 是呀 譬如哪方面 如果是現在吃開治療 血管疾病 腸胃病方面的藥 的朋友 那就要留意了 他就要不要吃 有醬油烹調過的菜 因為這個會引起 他的嘔心和嘔吐的作用 喔 這種情況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原來有時候 如果你在吃西藥 腸胃藥 血管疾病的藥 有時候都會有這些副作用出現 嗯 那小時候 弄傷 經常都說不要吃深色的醬油 不是 傷口會變黑 那是真的嗎 這件事我都聽過很多人這樣問 其實 如果我們查詢過 有些臨床的中心上說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這個最主要 是我們的疤痕 是不是太深 會不會太深淺的問題 才會影響 也是在細菌感染方面 才會有影響 是深淺的問題 哦 那對這個色素方面 完全跟那個醬油是沒有關係的 還有聽說 它裡面的醬油 主要成為谷安酸 跟身體的組織 那個收復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那 就算是色素 通常都是加些食用色素 所以不會進入身體 就走到皮膚 所以有些人受傷 或者做過自己的手術 都不會沒有什麼禁忌的 是吧 對 那始終呢 醬油市面的品種多到死 是不是 那 我相信 一些人 有沒有辦法去選擇呢 其實是不是我們都要懂得 怎樣去挑選那個醬油呢 選擇醬油方面 就 真的現在市場很多了 唯一有一個方法 或者看你們可不可以用得到 我們有一種叫做 一看二搖三常美的 品質標準方面 第一樣呢 我們要看顏色 好的醬油呢 如果 我們 把醬油搖一搖 搖一搖 你看到有些泡沫 它就不會很容易散 它會是 黏住瓶邊 一直都保持很久的時間 另外 好過呢 就要搖到泡沫 就不會那麼容易散 是的 可能它的蛋白質那方面 比較 胺基酸的蛋白質比較濃 那那些泡沫就不會那麼容易化解 你看一下顏色 然後搖一下它 我相信在店舖 你這樣搖一下 那些醬油瓶 也不會怎麼說 我會怪責你的 好了 是的 如果是少量的泡沫出現 那些 就應該是 屬於不是那麼好的醬油 那 也都是看香味方面 不過香味方面 應該是你賣了回去才有得事 好的是要有多 好的醬油要多一下 不是沒有一下 是有多的 而且不容易散 記住一下 這個大家容易做得到 另外一個是標籤方面 但標籤方面 我想就不是每個人都看得到的 它有幾種 叫做 特級 一級 二級 這樣分的 它的分法 就是 在這個 安基酸的太淡方面 是 例如0.8g 是在100mL上面 或者0.7g 而在100mL上面 也有一個 低度是0.55 或者0.4 去看的 那這個 我想要看標籤上面有沒有標明 因為有些不一定有標 如果是有 這個叫做 叫做 安基酸太淡的衡量 是吧 那就是它幾多黑 100mL裡面有幾多黑 那越高就品質越好的 是吧 基本上就是這樣 是的 那有些叫做 特級 特級那個 就是它那個 安基酸太淡的衡量 在100mL裡面 要多過0.8g OK 那如果是 一級的 想說特級 那一級 就是0.7g 多過0.7g 比1000的毫升 那就是 一二三 特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相信很多人都沒想過 好了 那 在醬油方面 我們也要留意一下 因為它是有分開 我們用來調味 或者是 即刻吃 要煮的 是方便的 那怎麼去呢 因為 如果你看到 它是看含菌量方面的指數 有些是可以直接入口的 那有些 一定要用來 涼本 是不可以的 因為菌方面會影響到 你的身體方面的問題 那也都在看顏色方面 譬如 正常的醬油 我們會看到 它是 紅角色 那 是深一點 有些是很深的 那 有些 如果太深的那些 其實它是加了一些 焦糖色 有些是加了一些 味道上去 那也都有一件要留意 就是我們買醬油 就不要買一些 是袋裝的醬油 或者是 包裝方面有些問題的 因為裡面 其實有些 是屬於不合格的 醬油 那它裡面 其實有些醋 糖色 或者工業用的醋 醬油 這樣去做 醬油出來 這樣不應該去買的了 那有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到 這些 袋裝 可能吃起來 有些刺激性 可能因為 它昨天有些 重金屬 這種問題 所以 包裝也都很重要的 好了 那我相信 我小時候 都記得在學校 都帶我們去參加一些 香港以前也有的 醬油製造的地方 我想 香港來到 都會間中 都會見到的 加小型的 製造醬油的地方 那 其實 醬油是怎樣做的呢 醬油方面 其實 都有分開 幾種的 其實現在 我們大概分開三種 一種叫做 釀製的 醬油 它是用大豆 或者是脫脂大豆 或者是用小麥 經過發酵 令到它 一路變化 用傳統方式去做 另外一種就是 配製醬油 這個現在就是一種主體 大部分都會用 只用這個方法 傳統的方法 已經是比較少的 是的 這個已經叫做 科學化式去釀製的 營養價值方面 當然已經是 跟釀製方面的醬油 就差一點 最差的那種 叫做粗釀醬油 我們俗稱為化學醬油 它是用酸化解植物性蛋白 或者是 酵素碎水解 處理植物性蛋白 這樣的安基酸液 從中去混合出來的醬油 那只可以這樣說 只是用化學物來混合的 不是真的用那種 大豆 脫豬大豆 小麥 那些原料 是一段時間慢慢發酵的 所以這些根本可以用化學物來混合 加上一些顏料 加上一些紅糖 所以這件事 大家真的要小心 你要看到 它叫做釀製的醬油 一種叫釀製 另一種是配製的 配製的 配製也好些 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在消費者買的過程 知道是否看得到 我相信 價錢肯定有很大的分別 我覺得 釀製的醬油應該會貴 可能會貴很多 但是 你知道 你買的東西 完全不是一般的醬油 我也聽到 醬油有什麼 有老抽 新抽 那些是怎樣分別的呢 其實主要 生抽方面 是鹹一點的 我們真的用來做調味 老抽 就是他講的顏色方面 拿來老的東西 把顏色的色素加深 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吃醬油雞 那些東西 應該是老抽的了 當然 他的發酵方面 也有些分別的 如果老抽方面 他是把那個 做了之後 是另外再提煉出來的 對 那生抽 大家相對看到 顏色淺一點 紅蠍色 原來生抽 是一般用來攀飲用的 攀飲用多 不是直接用的 老抽 因為有焦糖 顏色深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要去腦一下 就是醃過的食物 是 好了 那 種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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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聽過草菇 醬油 都開始有很多 是啊 其實現在有很多種名稱的醬油 是的 那這個草菇醬油 屬於老抽 屬於老抽 由大豆和草菇提取液 進來一些微生物的白酵 經過才做得到 好了 這些醬油 我們健康店 應該都買不到 一杯的醬油 沒錯 我們健康店 買一些 可以說是特別一點 高質素的醬油 這次真的要靠 我們 Haley 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 其實我們 在陸創意裡面 我們選擇了 一個美國的品牌 是Eden E-D-E-N 的品牌 的醬油 裡面 其實它有分開 一種叫做 蘇油 蘇油 其實蘇油 如果中文翻譯 其實就這樣叫做醬油 有機醬油 蘇油 當然不是一個字 直液就沒有了 其實它本身是一種 減少了鈉的有機醬油 大家都知道 鈉 有些人怕會影響高血壓 所以蘇油是另一種 有機醬油 還有鈉 是低一點的 其實它的醬油 這個醬油 減鈉方式也很特別的 其實它用一個叫做 用電子 電荷方面 正負極 去把鈉 減到 正常的醬油 是50% 減到一半 他們的製造方法 也是要用木桶 方便去浸 去到兩三年 才可以生產出來的 跟我們一般 剛才所說的醬油 是相差很久的時間 已經 就兩三年 所以有時候 你會看到 這個價錢 是貴很多 要知道原因 真正原因 因為這個 真的是一個 有機的 有益的 不是和一般的 化學溝製的 調味醬油 這是很不同的地方 很多商業醬油 就是用糖 水 鹽 人工色素 防腐劑 以及在基因製造的 基因製造的 基因製造 通常用基因豆 脫脂的大豆粗粉 再用幾種 氣體製造 所以你看到 這個和一般的 商業醬油 是有天然之別的 也知道醬油有自己的味道 調和的方法 混合 這是一種 日本人這方面 真的很廣告 我曾經在台灣 參觀一些 做烤素的工廠 他說烤素的技術 都是日本傳流給他 很明顯的 很明顯 日本和台灣 在台灣 台灣受到日本的影響 很大 他們說 其實日本人 在這方面 真的質素很高 我們公司所提供的 是美國的公司 但其實是日本的 日本的科技 是日本的傳統的方法 是製造出來的 這些就是小鈉的醬油 通常是健康美食的 谷類 麵食 一種代替食鹽 很多時候 我看到了 包裝其實很重要 我要留意 什麼包裝 它的包裝 一定是用了一些 有顏色的 苦泊式的玻璃瓶 來的 深顏色 是保護了 它裏面的 會有變的成員出現 即是不想被 那些光合作用 對 搞了出來 所以 Soil S-H-O-Y 這個字眼 其實 一定是日本 講到明 是非農產品市場 和 准人的 原料 即是 這些原料 是從來 不應該經過 高溫消毒的 記住 這個Soil 不是普通的字 所以 和醬油 是沒有意思的 Soil 是原料 未經過高溫 處理過的 還有 是原始的 所以 很多生食的人 是很喜歡的 因為生食的人 都不喜歡燒 即是沒有用火燒過的 包括醬油 是不應該用高溫 處理過的 那它在說什麼 溫度呢 溫度是不能夠高 過115度的華氏 有很獨特的規定 因為它有很多活性的帽 還有 它經過一些特別的 醬油的發酵 和培養 傳統方面 在陽光下面的木桶 來製造的 才可以有這種標籤 叫做 活母和有益生物 即是 我們叫做 Probiotic 即是益生菌 一定要在陽光 木桶裏面 釀製出來 所以 Soil 這個名稱 是代表很多東西 不是一般的醬油 好了 公司這個 Soil 有一種 特別傳統的 有機醬油 還有其他的嗎 還有一種 是 Tamari Tamari 是的 Tamari 其實它有兩種 一種是在日本製造的 另外一種是在美國製造的 它有兩種的分別 一種是在日本製造的 它那個 汁方面 會比較 Fake 即是 它會比較 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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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日本製造的 那 如果是日本製造的 也是經過兩至三年的 傳統方式去釀製 但是 如果在美國方面 時間會比較短一點 它大約是半年至一年 五常 那就比較薄 薄一點 即是稠一點的 醬油 其實Tamari 跟這個醬油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Tamari 他們的釀製成分 跟這個醬油 是分別的 它是經過這個 味噌方面 那個 滴流出來的 汁液 這樣去營製出來的 那 我可以看到 他們這種 我們叫做釀製 釀製 釀製 其實Tamari 那種醬油 都是用釀製的 傳統的藝術 還有 一定要有些有機的 不能夠有基因製造的 豆 還有水質 泉水 還有最好的海鹽 我相信 我中國人認識 醬油 真是歷史悠久的 但是在西方國家 我曾經所說的 這隻Tamari 這個醬油 只不過在1960年 有一位叫做 喬治 大澤 長壽 這位人士 是介紹到西方 首先 飲入一些自然的醬油 你知道 一般的醬油 曾經都大家分享過 有很多是加工的 自然加工 但傳統式是比較少的 當時大家也很討論 引入醬油 到底是否有小麥 沒有小麥的醬油 叫做 wheat free 或者叫做 gluten free Gluten 即是一種麵筋 現在很強調 這種醬油是 gluten free 為何要強調 因為很多人對麵筋 是有不受有敏感的問題 其實這隻Tamari的醬油 他在美國方面 都有做過一個測試 在九金山灣地區方面 他們特意做了一個測試 用七個品牌 一齊有些專家 去測試這幾隻 在他們測試過程中 他們就感覺到 他們是屬於有機 日本傳統的 又是醬油方面的 又黑又厚 又厚 好像糖漿一樣 那味道 他們都感覺到很複雜 令到他們都 在選擇方面都很特別 經過他們幾番的抽選之後 Edan的豉油 Tamari 在55分之中 他們是排列第三 所以他們是非常高評價的 再說回 如果在醬油方面 我們的選擇 因為我們一般選擇 味道方面 一定有些花芳香的味道 還有很豐富的性格方面 Tamari 醬油 最特別的地方 它不是一般的 用豆做 它其實也是經過 在Misu製造的 情形方面 是收集 在Misu 這個味噌 流出來的水分 一路路地收集 其實味噌是怎樣做 也是在大豆釀製而成 大豆釀製的好的醬油 經過大豆發酵 用醋米 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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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堆植物 完全是製造出來的 所以 對於有些 屬於高金氏 擔心的人士 是一個福音 再說回 其實 Tamari 的醬油 成分 它是經過過濾水 還有大豆 海鹽 完全沒有人工防腐劑 袁爾先生 對黃豆敏感 或者不能吃黃豆的人 可否吃醬油呢 其實 最近很多資料 開始揭露 其實黃豆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好的 是一種宣傳的手法 將黃豆推出來 成為一種健康食品 所以 有些人開始叫人 不要儘量減少吃黃豆的產品 因為它有些激素的成分 有很多其他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 因為這個的產品 是經過特別的 那個釀製 和發酵 所以 我剛才所擔心黃豆的問題 其實在這種的醬油裡面 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哦 那Eddie 那除了 Soyu 和Tamari之外 六創意健康店裡面 還有沒有其他醬油呢 是有的 也是屬於Eden的產品 在我們陸創意裡面 也有一種叫做橙子醬 它的串法是PONZU 它是屬於五味的調料 它是怎樣形成的呢 它是用醬油 米醋 大麥芽 還有一種柚子 柚子 柚子其實是什麼呢 是一種叫做佛手的水果 我想大家都聽過 或者見過 它做出來的 味道 非常特別 那麽也都可以呢 幫我們呢 在我們的調味之中呢 也加到一份 一個好的醬料 那麽就不只是 Tamari 那麽也都加上這個醬料 蘇油 那麽在我們的廚房裡面 都非常之好用的醬料 那麽我們陸創意健康店呢 是這麽多 都幾十年了 來一直都為香港市民 提供一個非常之極高質素的 健康的食品 那麽我們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 多謝了Eddie 謝謝袁醫生 多謝大家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和袁醫生 回陳大以下這個電話25773798 拜拜 拜拜